海神唐三 陨落 剑谷斗罗 消失天地间 这两位七宝琉璃宗长老 已经将自己全部的魂力和生命力都爆发在这一击当中 比比东那凝恶的面孔上充满了不细致 光影一闪 他的身体已经消失不见 而出现在他那个位置的正是他那九笔魔帘 比比东 你看 羞龙魔帘 罚 比比东暗叫了什么 他没想到唐三在这种时候还能凝制出这等级别的攻击力 但不论怎么说 唐三也无法阻挡另一边 那九柄邪恶的罗刹魔帘已经迎上了剑斗罗陈兴与古党无骨 两边的碰撞几乎是同时出现 无数惨白色的骨骼在天空中破碎 陈兴与跟随了他一辈子的武功弃杀戒 也在瞬间断成 两位纵横大人一生的封号陡罗 同时惨死在半空之中